自2023年12月1日,中国对法国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以来,截至4月30日,持法国普通护照免签入境中国7.4万人次,占法国级人员入境总数的59.63%。 法国级人员免签入境室游主要以商务和旅游为主,占法国级人员免签入境总数的79.6%。 为更好的促进中外人员往来和合作交流,国家移民管理局先后出台和调整优化一系列便利外籍人员来华和服务保障中国公民促进管理措施, 同时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在各口岸现场备足执行警力,开足查验通道,确保口岸通关,高效顺畅。